今次我想講一個很簡單的故事 是跟指揮有關的 我曾經見過一個指揮 他在排練的時候 去練那些木管樂、銅管樂的樂手 練些什麼呢? 有一段其實都不是很複雜的樂句 他就故意叫那些崔康的樂手奏出來 可能只有七、八個小節 但是練了很多次他都不滿意 他不滿意的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康的樂手入得不齊 然後他就不斷說不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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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齊不齊 間中可能去到第五次 好很多了 但是他又要去再證明 看看是不是真的他們那麼穩陣 所以明明他們那次也有九十幾分 然後又叫那些樂手再吹再吹 當然之後呢 就算吹到第二次也有九十幾分 他也想繼續再確認一下是不是真的很穩陣 然後到第三次 又變回好像第一次一樣 又是不齊 然後他又不滿意 然後又再一直練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當局者迷 我在旁邊看 我心想你這樣練 哪裡能練到的? 他根本的指揮沒有問自己 為什麼他們會不齊? 他只是想逼到他們吹到齊 這個不是一個方法來的 但是這個時候我就在問 為什麼他們會不齊? 他們不齊是因為他們沒有準備好 怎樣才是一個好的準備呢? 就是你那個upbeat 如果全部人吹這句的 這八個人好或者五個人好 如果他們的吸氣是一致的話 他們下的那個downbeat一定會齊 有一次有人組 正因為他們的準備拍 或者他們的upbeat 或者他們甚至沒有吸氣 我講到這裡 我首先要暫停一下 為什麼? 因為我想可能未必有人 即未必全部人 觀眾你們知道為什麼我會說吸氣 吸氣我們現在已經在吸氣了嗎? 有人可以不吸氣嗎? 但是在音樂上面 吸氣也等同一個準備的動作 譬如如果一個四拍 你想人家在正第一拍 那裡是齊的話 那你要給一個 如果你是指揮的話 或者你是一個leader的話 你是一個聲部的首席的話 那你要給一個很清楚的upbeat 那這個upbeat不單止是一個手型 或者是一個動作 固然要有 但是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 你的吸氣 如果指揮你有這個手型 這個手勢 再加你的吸氣 那些樂手想不齊都不行 但是如果你只是 只有一個手勢 你自己是沒有 即是說你的吸氣 你的吸氣是跟你這次準備拍 是沒有關係的話 對不起 那些樂手是沒有辦法齊的 所以我覺得 在這件事上面 我覺得問題出在哪裡 第一是指揮 他自己沒有吸氣 或者他有吸氣 但是他吸氣的速度 跟他之後下的那個downbeat 是沒有關係 所以那些人 不知道究竟你想 他們在哪一下去下 第二 那些樂手 他們自己有責任 這五個樂手 這幾個樂手 他們沒有一個統一的吸氣 是沒有可能齊的 但是很可惜 這個指揮呢 就 不斷練 不斷練 但是就算被你練得到 有連續兩下 那麼多是齊 這些是假象 其實跟狀彩沒有分別 不齊 也不知道為什麼不齊 齊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齊 那麼 連來做什麼呢 所以 我想 這次很簡單的一條片 就是 如果 你們 觀眾 有哪一位 是 想著 指揮樂團的話 或者很簡單 可能是一個聲部首席 或者是中學學團 或者是小學學團 當你聽到人不齊 的時候 首先 問問問自己 你有沒有給一個很清楚的動作 再加上 upbeat 或者吸氣 吸氣聲音 如果你沒有的話 請你不要怪 你的聲部不齊 說話 請留言 請呼籲